在澳洲民建本和大家見面 和講一個很有歷史意義 我想很多中國人都感到很有興趣的題目 有關這個辛亥革命 我自己感到更加榮幸的 剛剛好 彪叔來了 給點掌聲 彪叔 首先我們請彪叔 我們兩個主席 劉彤先生 有一個簡單的搭席 射出這麼好的地方 讓我們可以搞這個研究會 這個尺寸 這個加加大 最大碼 最大碼 這個碼很難的 這個碼很難的 這個三個碼 兩個碼 加加大 那就 謝謝彪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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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民意代表 人民力量民意代表 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國民黨在澳洲的 維多利之部 合分部 黨部 黨支部 其實在國民黨的地方 要我講辛亥革命 其實就是單門動腐 應該請一些老前輩 請一些資深 國民黨的代表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問題 但是我用來講 但我用來講 一文說你去到澳洲 今年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因為應該是一文來的 那一文講辛亥革命 家興就熟了 還有講歷史故事 即是將歷史故事 和政治結合來講的話 我想 旭文講這些故事 就比我動聽一百倍 在多倫多 我們在 Markham的商場 講辛亥革命 我講人民力量 旭文講辛亥革命 有二百多個觀眾出席 座無虛席 當初那個團體 放了一百五十張彈 但是全部藏滿了 為的人都數二十計 那個活動很成功 所以旭文就覺得 我們來澳洲 都必須要在今年辛亥革命 一百週年 重要的日子 都要和朋友分享 分享辛亥革命的看法 講辛亥革命 我們講 如果純粹講歷史 有更加多人 比我們講的更加適合 我們既然從香港來的 亦都參與香港的政治 所以我們講辛亥革命 很多時是從辛亥革命 和香港的關係去看 我們早幾個月前 人民力量都帶隊 我自己的份量帶隊 和三十多人去 廣州黃花江獻了花 很不肯定 我們帶不到茉莉花上去 但是在黃花江的公園旁邊 都買了一些菊花 我們人民力量的代表 都齊齊三菊公 和在七十二律師的無前 都欠了我們的心意和祝福 講香港和辛亥革命 我想很多人只會知道 就是以孫中山 就是在香港大學的前身 這個香港西醫學院 就是西醫學院的奏讀 這個很多時候就變了 跟香港的關係 但是辛亥革命的關係 更加密切的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辛亥革命負責策或組織 同盟會和慶中會 是兩個很重要的組織 同盟會和慶中會的分會 在香港都有成立分會 其實策劃很多辛亥革命 就是有關這個革命的組織活動 和工作 不少是在香港進行的 當然在東京都有部分的活動 和海外的華僑的支持 就是僱員重要 大家都清楚知道 孫中山不但去過美加 也都在東南亞、英國 歐洲方面都做過不少巡迴的演講 透過演講和遊說 是爭取華僑的支持 華僑方面在財政上的支持 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成功之一 所以孫中山當年都說 華僑是革命之母 所以在密爾本這個地方 國民黨成立之後 也都在密爾本成立這個支部 我今晚就聽阿彪叔說 其實密爾本成立有關的組織 更早過辛亥革命 早過1911年 1905年當時有些地區組織 一些關注中國和支持運動有關的組織 其實之前已經成立了 有機會跟阿彪叔了解多些少 關於當時海外的工作 因為阿彪叔剛才我們去拜會的時候 他都很詳細介紹了 有一些很重要的歷史文獻 關於密爾本 有關組織和黨支部的很多文獻 是過去一百多年最近發掘出來 也都台灣和澳洲政府都很關注 現在有些研究所都成立特別研究有關的文獻 這個我想對辛亥革命和海外的關係 可能會有更加新的支聯 關於香港 其實香港和辛亥革命的活動可以說是息息相關 香港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組織基地 是辛亥革命的籌款基地 亦都是辛亥革命的宣傳基地 中國日報是1900年在香港出版 直到辛亥革命完成之後 足足做了11年 在1911年至停辦 中國日報的印刷在現時的錄雨查室 史丹頓街在中環 南北方下面的街 整座樓宇仍然存在 其實香港政府應該一早將那部份 成為古蹟和歷史的博物館 這麼重要的景點 現在就變成了一個香港很著名的 有錢人去的飲茶的地方 而這個負責、篤印和支持日報的工作 就是陳肇白 亦是一個香港的孫中山 很有密切關係 大家都知道 早前孫中山在香港讀書的時候 他都認識了很多朋友 說孫中山參與這個政治 很多人都說有這個四大構 當時香港和孫中山在一起的 所謂四大構 就包括孫中山的陳肇白和尤烈 和楊康寧四位的朋友 有些是他的鄉里 有些是他的同學 有些都是跟他關係密切的朋友 他們經常在香港 在香港西東頓街和附近一帶的地方 很多的聚會 很多的討論 有關中國的前途 有關時事等等 而孫中山也都在革命成功之後 重返陸佑堂 即是香港大學 這個以前孫中山讀書的地方 以前就叫做大禮堂 其實就改名叫做陸佑堂 當年有一個很出名的演說 也都清楚交代解釋 即是他自己的思想的過程 和有關革命思想的形成究竟是怎樣 他當時很清楚指出 在香港生活的經驗 是令到他的革命思想逐步形成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感受 就是他在內地居住了一段時間 他深切感受到 在內地 在這個滿清 在中國人管治之下的地方 是凌亂不堪 就是貪污也都問題嚴重 就是管治方面 亦都是甚為問題眾多 環境衛生、秩序等等 就是令人感到慚愧 甚至是羞恥 但是他在香港居住 見到這個英國人管治的地區 那些井井有條 即是法治的觀念 是尤為農民 即是和這個隔離的中國 這個滿清管治的社會 可以說是天圈之別 對他的觀察和經驗 是令他覺得必須要推翻 這個滿清管治 即是皇前 要建立一個民主 也有法治的一個系統 這個整個革命思想的形成 可以說他在香港受教育 和他親身生活在這個 英國人管治的地方 一個完全和滿清管治的地方 不同的制度 一個很深厚的體驗 可以說他其中一個革命思想 即是形成的過程 他都很清楚 在陸友堂的演說 也都清楚表達革命思想的形成 是和香港的生活 和香港的體驗有關的知識 是息息相關的 而新內革命很多的活動 新內革命1911年 武昌起義成功 之前在內地多次的 十次的起義的策劃活動 都是不少其中多個的起義活動 都是在香港組織策劃的 例如第一次的廣州起義 黃花江、惠州等等的起義 都是在香港負責 這個的籌款 負責這個的組織 負責這個動員 當然很多的人士的聯絡 是在當地 在當地 透過各方面的接觸 找到一些願意投身革命的成員 有些都是同盟會 或者輕忠會的成員 但是負責組織和運送軍火 和籌備軍火 很多是在香港進行的 所以透過香港集中的資源 和人力和軍火 亦都是透過途徑 運到香港 然後透過香港混入內地 而進行武裝起義 而武裝起義 失敗之後 那些人要逃離 當地政府的拘捕 很多都是走回來香港 而回來香港 有兩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當時多次的起義籌備 儲存軍火 和人士的匿藏 先前在那裡集合 之後回內地 或者在內地起義失敗 逃回來香港的匿藏 都是在這兩個主要地方 一個就是現時在屯門的海外 紅樓 屯門的紅樓 現在是很破落 亦都是很荒廢 在一個野草重生的地方圍住 去到紅樓 其實你感到很唏噓 為什麼一個這麼重要的新海革命地方 我們香港的政府 竟然可以完全不作修飾 或者不作推廣 紅樓多年來 國民黨在香港的朋友 把紅樓成為每年雙十 這個活動的地點 過去十多年來 差不多年來都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有個升旗儀式 然後大家一起唱歌 然後演說 每年都有這個活動 紅樓他們做了孫中山的紀念像 還有一個紀念碑 在香港的紅樓 就是經濟較差的朋友 就是人士 都當是租住 其實紅樓的地方是很值得 保留和重建 復修紀念 另一個匿藏和集結軍火的地方 就是在元朗夏伯麗 一個叫雕堡 雕堡是另一個很獨特的地方 這是當時支持革命的香港人士 是負責這個興建 這個雕堡在歷史上 特別在參與起義的人們 能夠令到他們可以逃避這個拘捕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點 歷史的價值甚為重要 關於這兩個地點 我去年在立法會 曾任權利立法會答問的時候 我們過去去離親 我們都掃他牆 扔他招 以侮辱他或者攻擊他為主 但是那次我就很溫和地 也都很有禮 刊有地很有禮地 向他提出一個要求和提密 就是紅樓和夏伯麗的雕堡的存在 我一次就問他 咦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都到了 是吧 身為香港政府 辛亥革命和香港的關係這麼緊密 也都有很多重要的歷史的建築物 仍然在香港繼續存在 其中兩個 就是受到荒廢 也是一個很凋零的情況 一個就是屯門的紅樓 一個就是元朗夏伯麗的雕堡 香港政府會不會慎重考慮 我都不是叫他答應 我叫慎重考慮 將這兩個景點 地點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時候 作一個全面的定位 就是將它定為古蹟 以及將它協助翻新 使得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活動 可以令這兩個重要的景點 可以得以這個保留 他們都很罕有地 對我們很有賣貌 會慎重考慮 其後 政府都公佈了 夏伯麗的雕堡 政府是定為歷史保護的古蹟 但對我來說是不足夠的 這兩個這麼重要的景點 其實政府應該要大肆發展 將它定為一個很重要的博物館 以及歷史紀念的地點 加以這個宣傳和教育 因為你在澳洲也好 就算在內地也好 我們去到很多地方 就算是很小型的 一些有歷史價值的景點 當地的政府都會很著重這個宣傳 你去到一個鎮仔也好 去到一個海岸也好 很多的歷史景點 政府都會很著重 但是香港似乎是刻意 將歷史的部分特別淡漠 這個令人感到很憤慨 作為中國人 作為你香港已經回歸 這個祖國 辛亥革命是這麼重要的一個活動 沒有理由 絕對不能夠接受這些這麼重要的景點 是被這個荒廢的 很諷刺地 內地的政府 包括中山政府和武昌政府 在今年 是動用數以億甚至十億元 是有額外的特別指定撥款 籌辦辛亥革命的活動 慶祝的活動 我們去到黃花江也好 在黃花江七十美市的墓碑前面 我們去到那個時候 就是黃花江紀念日 前那個星期都未到正日 但是前面已經有數以百計的花圈 已經有人捐奉了上去 裡面有很多團體名 有些是婦女團體 有些是學生團體 有些是工會團體 有些是地區團體 所以你看到 內地在共產黨管治之下的群眾 這個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 比香港更加濃烈 有些是地區政府帶頭 帶一隊人去做這個紀念活動 但是這個令人感到失望 就是辛亥革命的組織 和很重要的地方 香港 我們的政府竟然可以 微弱得這麼交關 所以你看到香港很多 所謂舉辦辛亥革命 有關的紀念活動 都是一些團體舉行 政府方面好像是失蹤 這個題外話 但是講回香港 你看回剛才我提到 這個有關的宣傳方面 這個中國日報 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宣傳媒體 令到革命的思想 革命的信息 革命的理念 是得以廣泛的傳播出去 這個傳播不但在香港 這份報紙都在內地 進行廣泛的派發 到海外 當然海外其後 在東南亞也好 在美加也好 當地都另外進行其他 宣傳的 報刊的印刷和刊印 但是中國日報的角色 在整個辛亥革命的成功 是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即是他的思想的傳播 可以說是一個主要的媒體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輕中會和同盟會 在香港都有分佈 很多的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 都是在香港緊密進行的 而很多人士都在香港出入 甚至在香港長期的工作 所以導致宣傳的工作 是和這兩個組織的活動方面 是很緊密的 即是互惠的互動 除了宣傳之外 因為籌款也很重要 當然海外籌款的工作 是不斷進行的 香港也有不少人士 是對這個革命的活動 是作大量的金錢上的資助 有些是香港的工商界的人士 有些是大量的關係 亦都是作捐獻 所以新來革命的資金來源 海外當然是同樣的 但在香港方面也有一定的角色 但是整個資金的處理和集結 或者很多海外捐錢 因為購買軍火和很多組織動員 在香港進行 資金的處理很多都是在香港進行 所以財政和籌款的活動 香港的角色在整個新海革命的活動 都是極為重要的 而第三個就是剛才我所說的組織和策劃 很多的會議都是在香港進行的 包括孫中山 或者孫中山不在香港的時候 其他的慶忠會和同盟會的主要負責人 很多的會議都是在史丹頓街附近 或者史丹頓街那裡進行很多的會議 策劃有關的起義的活動 所以可以說是香港是整個革命的宣傳 籌款和策劃的基地 這個角色可以說是甚為重要的 所以發展到今天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包括在物議會我都看到他們出版了一本 新海革命一百周年的紀念 的專刊 但是在香港似乎都仲利見 可能有些在籌備 都知道香港在籌備一些中山樂會 籌備了一些研討會 關於這個新海革命 接下來的十月 亦都有些活動進行 但是主要都是 藍營的朋友和一些團體 包括有部份同鄉會 中山學會 和一些台灣大學畢業的 在台灣畢業的大學同行 籌備有關的活動 都是一些零聲樂索的活動 好似中山政府、聯政府、市政府和浦昌政府 這麼大型的活動 香港是缺乏的 我自己覺得是留為失望的 其實透過新海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 給大家或者各方面的人 特別香港的年輕朋友和海外的年輕朋友 多些了解這個新海革命的過程 和香港的關係 可以令他們多些關注 整體民主發展的問題 為什麼在一百年後的今天 我們要特別強調新海革命的歷史呢 因為我自己在早兩年出席不少 右派社團活動的時候都向你提出 咦 新海革命 98年幾年活動我已經提出 咦 下年就是99年了 那會不會透過99年的活動 可以大肆宣揚和製造多些宣傳的機會 給多些朋友了解和關注新海革命 或者到了99年的時候 就提出咦 下年一百周年了 會不會都有些大型活動 研討會 展覽等等進行 令到那些人關注呢 我希望多些人關注 其中一個理由很重要的就是 新海革命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推翻一個封建的制度 一個王前 而建立一個共和的體制 一個民主的制度 民族自決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 由人民去當家作主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眨眼 新海革命一百周年的今日 你看回神州大地 十三億人民的地方 和港澳兩地 民主仍然遙遙無期 大家看到最近很多的報導 特別溫州高鐵的事件 可以看到專權政權之下 人民所遇到的不合理對待 對人命的漠視 不要說對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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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人的生命都是這麼漠視 在中國 在這個神州大地 如果你用回港澳台等的地方 唯一可以說是有民主的地方 就是這個台灣 你神州大地 包括這個港澳兩地 都仍然是一個小圈子 一個獨裁管治的地方 台灣已經先後出現兩次的政黨輪替 這個和平透過選民 沒有軍隊的介入 也都沒有任何的暴力 可以透過一個人民投票 進行之下 可以政黨輪流接管的政府 可以說是歷史上 從未出現過的 在這個中國人管治的地方 在中國的土地上是從未出現過的 為什麼新日革命一百年的金油 只是得台灣有儀 其他地方仍然未出現呢 這個當然專權的管治是一部分 另外就是人民 缺乏那個自省和覺醒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人民力量的成立 是希望可以透過人民覺醒的運動 我們定為一個新民主的運動 可以創造一個新的環境 新的氣候 新的發展 在今年1月1日 在紅樓進行新日革命一百周年 第一次的活動 我當時都提出一個觀點就是 新的革命是透過武裝起業 推翻一個獨裁的滿清封建的帝制 但是一百年後今天 我們也不需要依靠這個暴力 武力的革命和起業 接下來就是網絡的革命 透過網絡傳遞這個信息 透過人民的意識的覺醒 集結這個人民的力量 可以和平地去轉變和推動政治的改革 令到這個民主可以得意一點的實意 我們這一次來到澳紐三個城市 都是希望透過這個探訪 能夠接觸和串聯到支持民主的朋友 可以令到這個民主的運動 不但在香港 亦都在這個神州的大地 是有機避得以這個萌芽和這裏的發展 所以今天很多謝大家的出席 也很多謝彪叔 維多里國民黨的黨支部 借出這麼好的地方給我們 特別在郭富偉分 和郭富偉仗的前面 是和大家討論這個珍財革命有關的活動 我自己的感覺是特別榮幸 接下來就請我們人民力量的主席劉翁 和大家講講人民力量的發展和工作 好